台中市的乌日区有一户民宅间校1点半左右是发生火警现场是一楼专造二楼铁皮屋夹盖的建筑物 消防队获报之后立刻派遣警销人员前往灭火 二楼铁皮屋夹盖的建筑物是不断有浓烟窜出 大火是越烧越猛 消防人员立刻是布水线来灌旧 或是在20分钟之内获得控制 一个小时左右扑灭 消防人员进入屋内时就发现一楼的中间卧室有一具消失 已经明显死光 根据了解这里平常住着一对80多岁老夫妻 与他们的儿子孙女 当时屋内只有老先生一人不幸的丧生火窟 至于起火原因回合 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